台北市的公安国小自办营养午餐 这厨工大约每两周他们会提供一顿素菜单 把当天称为是蔬食日 只提供素菜不提供肉类 不过这样的做法是引发了部分家长反弹 抱怨说小朋友在当天根本吃不饱 不过其实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赞同 而现在学校校长就做出了回应 他们说没有强迫学生吃素 如果真的吃不惯的话可以自己准备便当 香喷喷的营养午餐小朋友吃得好开心 是一天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 台北市公管国小实施蔬食日 最近遭到学生家长抗议 说每两周让学生吃一次素 当天小孩根本吃不饱 都是青菜都没有肉 你可以接受 不行 我会喜欢吃 只吃菜OK吗 不要 为了学童健康 公管国小每两周就会提供一次素菜 将那天称为蔬食日 提供三菜一堂菜单 像是色香味巨全的红萝卜炒蛋 清爽的水果沙拉 还有蔬菜蛋卷等菜色 每个月双周一一次 有家长向校方反映 说自家小孩根本吃不饱 但也有家长抱持不同看法 我还蛮赞同的 对 其实对小朋友很好 因为现在小朋友吃太多零食 还有太多肉类的制品 那我觉得两个礼拜吃一次素应该是OK的 所以他如果觉得他那天要吃这个油肉的话 他可以外定 他也可以自备 学校也有这一个蒸饭的设施 可以让他们使用 学校说绝对不是强迫 事实上不止公管国小 其他学校也都有相同设计 负责做营养午餐的志工妈妈 说对菜单设计很用心 被家长质疑 心中难免委屈 那我们不是光青菜 我们又包含蛋 有时还加点水肉 所以如果这个家长认为他吃不饱 我的建议这个妈妈进到我们厨房来 当我们的志工他就知道吃得饱吃不饱 现在小孩有过胖问题 学校的苦心被部分家长打枪 校方没有修改的打算 只说如果吃不惯素菜 那就请自己带便当吧 记者林冬明 胡卫婷 台北采访报道